为了确保市场供应稳定以及控制食品价格 贸销部长亚历山大今天宣布 从7月1号开始 政府将不再为2公斤、3公斤和5公斤的瓶装食用油 以及肉鸡和鸡蛋提供津贴 但是这项措施并不包括售价2令吉50Cent的 1公斤塑胶包装食用油 他想调这是政府在考量了国内外因素和预测之后所做出的决定 未来这些物品的价格将会按照市场自由浮动来决定 同时部长也在记者会上提醒 随着政府落实的顶价措施结束 相关商品的价格预料也将会上涨 全国肉鸡和鸡蛋零售顶价措施在6月30号结束之后 会不会导致鸡肉价格飙涨 贸销部长亚历山大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 鸡肉价格预料将会从每公斤8令吉90Cent 上涨到每公斤10令吉左右 而养鸡业者也向政府承诺 不会一次性大涨价造成民众的负担 自然目前还无法确认鸡肉价格的涨幅程度 但是压力山大保证贸销部将会持续监督市场价格 一旦民众发现不合理的涨价 可以随时向当局投诉